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其实这些都很正常 豪车的设计成本本身就与普通质量式电量之别 一般豪车的保养费用下来都总是买下一辆家用汽车 更没说是豪车上的某个零件 并且这些零件似乎国内无法买到 需要从海外建构过来 追求更加提高了豪车的维修费用 而老四S又被一位世界顶级豪车 就仅仅单个公司就要17万 占一算200多万的天价维修费用似乎也是不足为奇 因此呼吁在座的熏手车主与女司机们远离好车 毕竟咱惹不起啊